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迎着风 努力奔向梦的尽头 看表 几点了 人力资源的人已经等了你整整一个小时了 对不起 我今天拍摄遇到了一些问题 给忘了 对不起 实在对不起 没关系 你们自为号最近应该挺忙的 先坐吧 我问你一些简单的问题 没事 我不做了就 那我可以录音吗 你在《面具之下》节目启动之初 所有的策划和创意都是你本人吗 行总 客户告我们《面具之下》侵权 这是律师函 这个问题应该不难回答吧 是的 所以我可以理解为 所有的内容都是你的原创 都是你个人的创作吗 是这样吗 是 是的 所有的创意和策划 都是出自于你本人吗 是的 所以我可以理解为 所有的内容都是你的原创 都是你个人的创作吗 是这样吗 嗯 AXR发现问题之后 第一时间进行了问话 滕晓晓坚持节目是她的原创 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 怀疑被抄袭的节目策划 是公司原来的项目负责人 我记得当时这个节目 没有推进 所以搁浅了 后来这个项目负责人也离开了 不过她所有的资源都留下来了 是共享的 这件事情 性质非常严重 你看 要不要通知一下丽总 不行 事情还没调查清楚之前 我们先不要胜张 万一是对手公司的恶意重伤 我们不能耽误自己的进度 这样 节目还是照常拍播 到时候你帮我盯着点 路芒知道这件事吗 我是觉得一个实习生 没这么大的胆量 你这不行 你这后面必须接个大场面 没有感染力 音效不得 音效 来 子风姐 姐 子风姐 姐 子风姐 您来了 正好 外卖刚到 给子风姐拿鸡腿 我先不吃了 那 好 时间线搭得差不多了 那咱们先看看片段 不看了 都停了 先存档吧 我给你们安排了别的活 不是 为什么来捡 咱们捡得挺顺利的 这素材也挺好的 咱们不是着急拿回主动权吗 是 先别问了 让滕晓晓回来捡 嗨 诺姐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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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儿下早班 你在家吗 我去找你一下 我在家呢 什么风 把你吹过来了 那行 那我一会儿找你啊 好嘞 拜拜 快 等我吧 还记得我吗 快 等我 咱们之前的地铁里聊个天 怎么了 是这样 我现在已经赶了 我不在地铁里吃东西了 那个 我就在对面 马路对面银行上班 我最后介绍一下啊 我叫蔡康 蔡康勇 没有勇 你好 那个 我觉得咱们挺有缘分的 经常能碰到 是吧 认 认识一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喂 喂 那个 鲜号不好 不是 不好意思 你 你上班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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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银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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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好人 我就想认识你一下 银号 来 来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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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辉哥 不是 这么突然叫我回来什么事啊 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 我们觉得吧 这支片子 还是得你自己亲自来剪 毕竟是你拍的 我们都剪不出那精髓 给你叫了外卖 你就趁热吃 吃完好好干 加油 谢谢辉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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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行也不坏 小坏蛋 那下游戏不一定 小坏蛋 等一会儿啊 我打一个电话给晓晓阿姨 中场休息一会儿 你想想你的战略 诺姐 这地铁一共有五站 你坐了五个小时 地铁坏了 诺姐 我错了 我一上地铁 我公司的同事就给我打电话 让我回来加班 我就忘跟你说了 本来这一期不用我剪的 但他们说 没我 剪不好 我就回来了 真是一天都不放过你啊 那你吃饭了吗 吃了 吃了 我同事给我点了好多吃的 行 你人没事就行 我还想呢 怎么约了一半人找不着了 你去忙吧 行了 诺姐 你忙吧啊 拜拜 拜拜 路马 为秦全的事回来的 对 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秦俏这事还瞒着呢 我也不方便出面 但是我必须得嘱咐你啊 秦全在咱们这个圈子里 那可是天打的事 会直接关乎到你的职业生涯 公司的名誉 你别忘了你跟公司 还是有对赌合约的 你要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我可以保证 我们没有抄袭 是原创 我了解我的实习生 他不会抄袭 你不用跟我解释 乐国把律师涵直接发过来 说明人家手里是有实锤的 自古以来这种事情 梁家一定是各执一词 当务之急 我们手里一定要握到 对我们有利的证据才可以 你是做内容的 我相信你能做好 还有你那些实习生 告诉他们 无论如何一口咬死 没有抄袭 没有进权 明白了吗 好 让滕晓晓一个人担责 你确定吗 他毕竟只是一个临时工 他一个人解决 能最大程度地降低公司声誉上的损失 对自明号的伤害也最小 从法律层面上来讲 署名只有他一个人的名字 就算乐国回过头追责我们 我们也没有漏洞 好 既然你觉得可以 公司这边当然没问题 但滕晓晓毕竟是你的下属 没关系 我来处理 你好 侯勇 侯老师 昨天的素材 空镜 不着急 这两个 今天的拍摄特别急 今天必须得叫出来 不是侯老师 前天的素材 您到现在都没给我 你行不行 你不要质问一个男人行不行 那你行不行 我 今儿没看猫和老鼠啊 不是 我说 你要是把看猫和老鼠的时间 都放在工作上 你早都行 你比现在还行 真的 行行行行 这块牌我现在就帮您考 那这块呢 你要着急 那边还闲着你电脑呢 你着急你自己去打这个 尝尝尝 我说 你那事怎么样了 好 晓晓 晓总找你有事 好 谢谢啊 侯老师 赶紧帮我捡吧 谢谢啊 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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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捡 再说吧 好 这个邮件从一进公司开始 就各种指引我 就是他 让我找到那个 一四年的节目档案 是挺传奇的 我可以肯定 你是悠传媒第一个 收到这种奇葩邮件的实习生 这个我们可以内部自查 但是抄袭模仿他人创意的是你 所以别想用这个邮件说明什么问题 他说明什么呢 他说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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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想用这个 颜色的 他说明了 我说明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承担 我怎么承担 根据活动显示 侵权者要承担两千万的现金赔偿 并且发表声明 五年之内不得再次进入综艺节目的制作 以及一切相关活动 这件事你昨天就知道了 现在怎么解决呢 不知道 我还没想好 是吗 明镜与点点栏目 任何选题都会有两面 小到最好的切入体 反败为胜 公司内部的资源 对所有人都是开放 很多素材 都可以拿来直接用 霓裳五年前 项目做什么 开军有意 这个路芒背景挺深的 他和殷总的关系不一般 我现在是要该干什么 是波及的署名给了你 以后的署名都是你 老陈都已经套现走了 你在干吗呢 我是希望 我能够达到自己的利益 最大化 我一路跟路芒从杂志社过来 好多东西连我都不知道 悠传媒里会有谁 拿到这个资料 并且还把它发给我呢 你说如果一个人 真的有这么强的伪装的话 他背后应该有很多 不可言说的故事 路芒对我下手了 这么好的选题 这么好的机会 他为什么给我 他选我来做 他早就想到会是今天这种结局 他还让我整两棋 上哪个他整第二棋去啊 他正是机关算金 这招是已上过吧 衝不刺激 怎么样 肯定没有我要赔两千万刺激吧 你没想好 这就是你没想好的解决办法 让我一个人承担责任 署名就数我一个人 你们怎么那么伟大呢 我为了这署名 我比别人多赚一分钱了吗我 节目不得好是你们这番老大牛 出了问题就让我一时牺牲地吗 你们怎么那么会算呀 活都让我一个人干了 好事都让你们给炸了是吧 这就是钱家我不在 要在我人家一起剥了 我跟你们每个人都说了 邮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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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没有人听啊 有没有人抱我 你忙我问你 你跟厚子对不对赌 跟我吞晓晓有什么关系 我就是一时牺牲 不就是两千万吗 我赔 我这辈子 我这辈子 还不完了 但是没关系 大不了 大不了我跟你同归于尽 还有吗 表演结束了吗 口口声声说要拿新闻奖的人 是 就这个德行啊 你别跟一个走投无路的人 谈什么梦想 童小小 我告诉你啊 无论你要做什么 想要解决什么事情 请你先把自己 自己的情心水平 拉得跟正常人一样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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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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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 好吗 是啊 是的 路芒是 自媒号的负责人 但是那个创意是我出的 你说这要赔的话得赔多少呀 他们说 五年内还不能从事相关职业 那我去哪儿呢 我干吗 怎么干 这个节目策划最后的署名 只有你一个人吗 因为不同的行业具体怎么样 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我们公司以前有过一个状况 就是 我们公司有一个导演 他派了别的团队的脚本 他派了别的团队的脚本 最后那个原作者呢 就出来告他 因为导演署名只有他一个人 所以他最后一个人 赔了所有的钱 而且之后我也再也没有见他 出来派过任何东西 你一个人赔了所有的钱 是吗 他一个人赔的 那两千万都是我的 我 好 姐 你见过两千万吗 两千万是多少钱 反正我活这么大我没见过 我手里最多就拿过两万块钱 两千万有多少个两万呀 我这 这事也太大了 我担不起 不是 我陪不起怎么办 你先别慌 我没慌 我陪不起怎么办 我得坐牢吧 陪不起是不是得坐牢 我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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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走 我完了 走吧 走 我完了 来 小小弩 喝 小小弩 喝 小小弩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我还笑了 怎么可能 你怎么了 我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没合同啊 我看了很笑呢 你快回去睡觉去 那他是不是又睡觉了 我叫你知道得多 快回去睡觉去 赶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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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欠了 唐晓晓 唐晓晓 你先冷静一点 你听我说 你不是刚刚才接到律师函吗 对吗 刚接到律师函 这个事情还有商量的余地啊 你别安慰我了 你能说什么都是自欺欺人啊 姐 我肯定得坐牢了 孝晓 我爸妈欣欣咕咕把我想这么大 我这就是坐牢了怎么办呀 但是我告诉你 你别这样 你别过来 我腿翘翘不值得被同情 因为是我鬼迷姓枪 我偏偏要来北京 我完了 我完了 龙姐 我死了 这钱就不用还了吧 我死不 把这个喝了 你给我喝了吧 我把这喝了 你给我把这喝了 好喝吧 我好喝 晕就对了 你给我喝的什么 妈 妈 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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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给我费酒的 我醒了以后 我什么白醒的事都没了 好的 这么大的事 我不会让你一个小姑娘担着的 天塌下来 个子高地帮你顶着 好吗 我帮你想办法 好好睡一觉 不要胡思乱想 龙姐 我就是有点后悔 我好好回来北京 我如果不来北京了 就没有这件事了 我怎么想回家 老婆 老婆 这 晓晓来了 这 在屋里睡着呢 这是她喝的 儿子呢 儿子早睡着了 我 我看看她去 你往哪儿走呢 残忍 儿子在那儿呢 把包给我 好 我给你煮点饺子啊 好 你确定是喝掉了 不是给我倒了吧 喝了 你放心吧 异地没浪费 这姑娘能撅一瓶 对啊 我那些酒没动吧 没有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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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这儿呢 就是这么回事 小姑娘已经下风了 刚刚哭的呀 要不是我把你那一瓶酒给她灌下去 现在就寻死觅活了 行了吧 差不多就行了 没有 你再等会儿 你说说这种情况 如果是你们公司 你会怎么处理啊 还能怎么处理 你就问泽位 没跑 你还是早点跟她说一声吧 让她提前准备准备 能凑就凑点 凑不着呢 关上个三五年 也不是什么坏事 就当积累社会经验了 你讨不讨厌 我认真问你呢 我也很认真地问你 到底好没好 差不行了 你再这样我把她关了啊 不不不 我跟你说啊 就好好跟你说呢 这事儿肯定得担责任 你要赶上人性一点的公司呢 少赔点 你要赶上那不人道的 就不好说了 开除是肯定的 以后要想这行混呢 也基本没什么希望了 这竞争多惨酷啊 尤其是涉及到利益的 我跟你说 我千万别抱脚惺惺惺了 可怎么办啊 那你帮帮她吧 你知道她为了找这个工作 多难吗 找到这个工作以后 就一心一意地 做牛做马地 铺在这工作上 小姑娘就这么给废了 以后也爬不起来 我真的不忍心 行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你的规律 比我重要 可是我开了一天的会 我没吃晚饭 到这个点了 我还在等那一锅 已经好了的饺子 不知道以为我们 在吃火锅呢 行行行行 我给你盛 看你委屈 要是没收别怪我啊 我都吃过生子的生子 不信 你跟我说说这 晓晓怎么办呢 这个 你快跟我说说 她还怎么办吧 晓晓 好 晓晓 来 晓晓 醋是吧 哪怕是告诉她该怎么办 让损失减到最低也行 再来点香油吧 你能一趟说完吗 你还要什么 对 调给你事 生活要有仪式 你哥跟我说说道理该怎么办 至少让她损失减到最低 对吧 可以来点生抽吗 我抽你啊 没有 我得想想怎么帮人家 人公司那摊事我不懂 你知道吗 再得帮了道嘛 这简单呀 我让晓晓给你解释呀 我让她告诉你怎么回事啊 行行行行 回头啊 我先跟她聊聊看 先聊聊看 老公啊 其实我妈妈今天还送人了 好多好吃的哈尔滨红肠 有什么可聊的呀 帮人帮到底 多安 老公啊 冰来酱挡水来吐烟 你姐夫怎么跟你说的 你忘了 我知道 但姐夫跟我说的那些办法 我认真考虑了 孟静 我觉得我真的搞不定 我现在又开始心慌了 行行 你冷静 冷静 冷静 你姐夫呢也算是个老江湖了 他能这么跟你说 证明这些事情还有救 你知道吗 罪不及就被开除 就算要还钱 这钱总有一天有还完的时候 我不是吓你啊 我说的都是最坏的打算 但这个事情最终结果还没有出来 对吗 结果没有出来你自己不要怂啊 对吗 去吧 去吧 加油 快快快 真热吃 来 吃 吃 吃 这几 这呢 三 这呢 要钱吗 还行 没哭下 快点吃 嗯 好吃 慢点吃啊 别烫一下 真香 什么面啊 牛肉 牛肉面啊 牛肉 好 我封饿罢了 咱俩 我欠了两天了 我怎么配在这吃牛肉 路芒 不是说有转机吗 他 他说的话你也信 他就是个变态 恶魔 吸血鬼 两面派 他根本没想帮我 就是想把我当等电牌 踢死鬼 行啦 你别在这抱怨了 路芒 再说有转机 再转 要不 再相信他一次 路芒 对不起 老大 我昨天对不起 路芒 来 路芒 拜拜 路芒 好嘞 谢谢啊 路芒 我 我真的很对不起你 我 我昨天疯了 我失去理智了 所以我 我 我 对不起 你骂我也行 你现在就让我滚蛋也行 我赶紧回去收拾东西 我 我真的很抱歉 对不起 还行 今天看起来算是正常的 这份资料你拿去熟悉一下 明天自己带着器材去做拍摄 拍摄对象一共八个 我记得你说过 你一天最快可以做十个 十二个 所以对你来说不上问题 可是 不要问问题 我说着之前 我 我什么 是工作还是等死 我vor是工作 我来说的 好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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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这 这什么情况 虎哥 我已经尽力地保护了 但我还是很肯定地说 我这个硬盘着水了 我不敢打开 我怕它给烧着 你看一下怎么办呀这个 这个牌子硬盘有生活防水的 没事 真没事啊 不是 你这是什么情况啊 下雨不知道要打伞吗 你傻呀 那谁知道这突然下雨 搞得我这硬盘 我这里头的东西特重要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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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小小 我告诉你 第一 这硬盘肯定没事 第二 就算它有事也没有人重要 赶紧回家吧 真没事啊 这个 你回家吧 把这东西拿走 回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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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我想问一下独角兽公司的赵总在吗 我就是 那您还记得我们今天约了一个拍摄吗 你等我查完快递啊 一会儿配合你的拍摄 女神 出那么大事了还拼命呢 谢谢 你能听见声吗 不是 不是 评分之后的原作者我找到了 他的资料跟信息我发到你手机上 他每天晚上六点到八点 会在图书馆的咖啡厅看书 带上你所有准备好的材料去找的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知道了 没事吧 没事 太甜了 谢谢 他每天晚上都可以 他每天晚上都可以 追不过 早八点半的地下贴 人潮涌动的长街 一点温度的阳光 一日往常那么耀眼 好闷热的车厢里面 挤满冷漠情绪的脸 战斗的这装便 映出一双迷惘的眼 也曾反反复复 有数字怀疑 生命的夜晚 伴着泪水浸泌 胆儿病充斥着怀疑的声音 强温柱的念被卷入热爱 全南暖暮的霓虹 孤独漂泊城市中 哪里有属于我小小的天空 也许在某个角落 痛了就装作从容 因为相信小小的梦想散留 若今天宣布失败 那么又能怎样呢 再卑微的歌手 也有属于自己的听众 在这最苦的世界 给自己一个拥抱 跌跌撞撞的奔跑 只是给自己的感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也许在某个角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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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